作为一个不怎么在乎自己形象的老男人 我们今天也开始戴上帽子 戴上墨镜 穿上皮肤封衣 戴上这个魔术头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我最近脸上的皮肤越来越黑 脸上也开始干的脱皮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我 来高原之前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晒工作 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把脸上的皮肤搞得糟糟的以后 才开始做这种防晒工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环华十年 我是培根 我们今天来到了西藏昌都的丁青县城外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停留呢 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我们昨天在查丁青的资料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立马就吸引了我的关注 就是关于丁青县这边的一个特殊的婚嫁习俗 我们以前也去过一些地方 大家称它为女儿国 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儿国 因为它连一个国都不是 那么在中国这边土地上 曾经是否真正出现过女儿国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新唐书旧唐书里面 曾经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的名字叫做东女国 它的国语呢 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川省的西部 到西藏的昌都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呢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女儿国了 因为从它上到他们的国王 下到他们各阶层的官员 均是由女性节奏来担当的 这个国家呢 就是女尊男卑 所以他们在这个国家呢 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婚姻制度 就是一个女人可以娶几个老公 嫁几个男人 后来呢 这个东女国呢 就被吐蕃王朝给灭掉了 吐蕃呢 也继承和传承了 他们这一特色的婚嫁习俗 所以我们今天走在西藏的时候 你可能会也会听说 西藏这边还存在着 一妻多妇的这种制度 经过我们多方的走访打听 就是在我们丁青县城外 我们身后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叫做丁青村 这个村里现在还有很多的 一妻多妇的这种家庭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 就是走进这个村子里面 去寻找这样的家庭 去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 我知道这个问题呢 直接去问别人的话 肯定是会比较尴尬的 所以我打算在这个村里面 多待几天 跟村里面的人混熟悉以后呢 再慢慢去了解这些问题 如果大家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你关注哪些问题呢 到时候我就会一一的去问他们 你们好 我们刚刚遇到两个小年轻 应该是中学生看他们的年轻 应该是中学生的一个样子 问了他们一下 他说不是太清楚 他也不是这个村里面的 他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两个箱 听说另外两个箱里还有 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个村子里面转转吧 具体先转转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村里面的村长 或者村里面比较 你要对村里面比较了解的人 去了解一下这些情况 这个村应该是放牧的 这个村里面你看 很多的牛粪 大篮球 加西地雷 加西地雷 投一个 自己坐的篮框 你们读书没有 毕业了 毕业了 你们是放假了是吧 对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村里面 还有没有那种几个兄弟 在家里面娶一个老婆的家庭 知不知道 是吗 你知不知道 就是有没有那种 就是家里面几个兄弟娶一个老婆的 有 有 你们是这个村里的吧 是 在哪啊 那一家 他们是几个 几个 几个娶一个老婆 两个 两兄弟娶一个老婆 嗯 就这一家 就就就就这一家是吧 没有那是吧 啊 不知道有人在家没有 哎呀呀 自己的 没有从家里 我记下了这一家 还有其他的家没有 走我们去看看 你你告诉 你告诉我一下 待会我大概到时候 等他们看一下家里面 有人的时候 我去跟他们采访一下他们 这里面 他们想他们听不听得懂汉话 妈 你听得说吗 嗯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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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 这个是你妈妈 听不听得懂汉话 这些嘞 她是是吧 是不是 小孩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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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姐姐是吗 是 是 她是什么 她几个老公 她几个 那里有一家 她的妈妈有一家 你的妈妈也是吗 真的假的 不要开玩笑 不要开玩笑 我们说说真的 这一家 这一家 那这一家 这一家她是几个老婆 老公有两个老婆 一个女儿两个老婆 是两兄弟娶的是吧 对 这一家 你要记住 对 我记住 等他们有人在家的时候 采访一下他们 应该不会有吧 白天都出去干活了吧 还是干嘛 对 对 这个时候 就在家 这个家吗 有小孩在家 带着不定 有小孩在家 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家 只有一个小孩一两岁 只有一个小孩一两岁 一两岁的小孩在家 还有没有 我去 没有 她的妈妈还有两个老公 不要开玩笑 不要开 她哥哥要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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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钻鸡吗 这个是钻鸡吗 你们是往这边钻 本轿 本轿 那你们这里也是本轿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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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很简单 慢慢骑慢慢骑 上去 上去慢一点慢一点 不要转那个 转那个她就转弯了 我试一下 没事 习气了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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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走吗 人往前面养她就往前面走 往后面养她就后面走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往前面养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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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 你下来 我家里我家里我家里 小朋友示范一遍 示范一遍 示范一遍 给她看 示范一遍 人往前面养她就往前面走 往后面养她就往后面走 四川 四川的 你们读中 你们读中学还是 高中读完了 高中毕业了 大学多不多 大学 读 读 读 问你们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村里面 就是有那种 也几个兄弟娶一个老婆的 知不知道 知道 有 多不多 姨妈 你姨妈就是啊 她是几个老公 两个 两兄弟娶的 然后呢 还知道其他的不 我有两个爸爸 你有两个爸爸 知道 真的 一个爸爸叫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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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两兄弟吗 是的 他们的妈妈 我的奶奶 这是你奶奶 嗯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车上了 因为在高原上随时可能下暴雨 外面下了很大的雨啊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车上了 今天的算是探路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我们顺利走到这个村里面来 跟村里面的人有了一个初步的接触 尤其是跟那几个小孩 有两个小孩带着我们到村里面去转了一下 他只给我们呢 看了一下哪些人家是这种 一妻多夫的家庭 他那两个小孩告诉我们有两个家庭 那么到了后面呢 我们还接触到两个小姐姐 他们呢是高中毕业了 那两个小姐姐也挺开朗的 我们聊了一下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小姐姐 她的家庭 对她说她就是有两个爸爸 也就是说她们家也就是一妻多夫的家庭 那个小姐姐 我也不知道她说的话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她这个她的话 比较喜欢开玩笑 所以不知道她说的道理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她说她明天要去牧区了 我呢也趁机跟她说了一下 看看她能不能带我们去到牧区 跟着她一起去牧区 因为她的家庭是这个一妻多夫的家庭 还有一个她姑妈也是 她姑妈也是有两个老公 所以她们家也就是她们家族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看一下能不能跟那个小姐姐打成一片 还有从她上也了解到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村里面啊 不仅有这个一妻多夫的家庭 还有啊 呃 两 还有还有这个 怎么讲呢 还有就是二女 就是一夫多妻的 就两个女的嫁给一个老公的家庭也有 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我们来对地方的 的确这里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最后呢下雨嘛 我们就回到车里面泡个奶茶喝喝 然后留了那个小姐的电话 然后她说她明天去牧区的话就带我进去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接下来到底呢 会遇到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故事 所以一切随缘吧